第四章 圣灵是耶稣的辩护者 但我要重复那里拆保会师来 就是重复出来真理的圣灵 他来了 就要为我做见证 约翰福音15章26节 圣灵是耶稣的辩护者 我们要认识圣灵 为此首先应该彻而倾听耶稣对圣灵的介绍 今天很多人认为应识圣灵也好 不应识圣灵也无妨 这些人拿必须受所施的圣灵作为礼物 使徒行传二章38节 这一经文做根据 对领受圣灵持有消极的态度 给的话当然好 不给也没办法 这就是礼物 如果有人说辛苦你了给你这个 那么这人给你的就不是礼物 而是辛劳的代价 有人对自己的朋友说 你这次去美国烧点礼物回来 但其实这样要求他人 而得到的就算不上礼物了 赠送者没有任何条件 主动给予的才算礼物 人们把圣灵仅仅当作礼物 所以认为领受也好 不领受也无所谓 但之所以说圣灵是礼物 是为了强调上帝给人的 是靠着人的努力绝对无法得到的 既作为恩典给人的 而不是说领受也好 不领受也无所谓 耶稣展示上做工的时候 是绝对依靠圣灵的 我们为了完成上帝的旨意 也必须要领受 并依靠圣灵 今天只要提到圣灵 人们就不加失所的落上 这人是神秘主义或那人是灵恩派的烙印 甚至在有的教会 你若是说太多关于耶稣的话 人们会用白眼看你 在那样的教会里 很不容易听到有关耶稣的话语 却只能听到有关道德伦理 或者处事方法的教导 这些教导 哪怕对生活再怎么有益 若是少了耶稣 就与上帝没有任何关系 对我们的灵魂也不会有任何帮助 耶稣来到世上之前 世上也有诫命及先知的活动 但诫命和先知都没能把人的灵魂 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上帝整段人类因着罪恶只有灭亡 而对持下的唯一处方就是耶稣基督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虽然诫命能够揭示人的罪 先知能够向被罪污染的人类 发出警告 但上帝清楚 唯独耶稣基督 才能把人的灵魂 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所以将戒命与先知 拆给人类的上帝 最终也拆来了一张王牌 耶稣基督 耶稣借着十字架的寿石与复活 已经完成了 凡是上帝交托给他的事 对他来说 哪怕圣灵不降临在人们身上 他所成就的事情也不是失败的 但对要得救的人来说 圣灵必须要来 换句话说 就好像尽管已经有了律法和先知 但耶稣还必须要来一样 尽管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流下了宝血 圣灵还是必须要来 圣灵的位分绝不低于耶稣 耶稣说过 他来到世上是为了致使顺从父 而圣灵来是要成为支配者 耶稣是比律法和所有先知还大的 他说当审判的时候 尼尼威人要起来盯着世代的罪 因为尼尼威人听了约拿所传的 就悔改了 看哪 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 当审判的时候 南方的女王要起来盯着世代的罪 因为她从地级而来 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 看哪 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 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一四十二节 妇人所生的人当中 最大的施洗约翰也指着耶稣说 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 马可福音一章七节 而如此大的耶稣却压力的警告说 你们虽然虐待了我 但不能如此对待在我以后来的那位 我出生在马棚 睡在马巢 但圣灵要住在自己的殿里 所以你们若拆毁圣殿 上帝也会拆毁你们的 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至三十二节 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七节 但人们仍旧干犯亵渎圣灵 如此藐视圣灵的人能搞什么慕会 令人深感遗憾的是 今天轻易把强调圣灵做工的慕会者或教会 捞上异端的现象比比皆是 但只要稍微留心看看 现在全世界复兴的教会 就会发现都是尊重圣灵 依靠圣灵的教会 想要被上帝使用的慕会者 不要只知道指责走在前面的人 自己也要努力依靠圣灵 人们在不知不觉当中 就受到了一些神学的影响 限制圣灵的做工 特别是强调人的智慧 与理智的自由主义神学 其弊端更大 我们要彻耳倾听的是耶稣亲口说的话 而不是神学理论 为了更好的认识圣灵 首先应该清楚知道 圣父圣旨与圣灵之间的关系是 圣洁的无秩序 圣父是上帝的本质 世上存在很多神 其中哪位是我们的上帝 换句话说 我们的上帝是怎样的一位神 对于这样的提问 我们要能够回答 上帝是至存者 除上帝以外的所有神都是被造物 唯独上帝是至存者 这就是上帝的本质 上帝的本质是指父上帝说的 上帝是至存者 这话就等于说他没有主心 人都有父亲 父亲也有他的父亲 一直往上追溯的话 能到上帝那里 但上帝上面就没有父了 上帝是没有主先的至高的父 他是万物唯一的创造者 这就是上帝的本质 上帝是用眼睛看不见的 但上帝以被造物能够看得见的存在 来到了世上 这就是耶稣 我们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世上不存在无父之职 所以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也就等于承认耶稣的父 看不见的上帝是存在的 就像这样 耶稣是将看不见的上帝 显明出来的上帝的本体 意识上帝的形象 上帝的本灵是圣灵 上帝并非物质而是灵 天上地上有许多灵 这些灵全部都是上帝创造的被造物 至存的本灵只有圣灵 圣灵不是低于圣父圣旨的存在 圣父圣旨与圣灵之间 没有上下等次 称圣父圣旨与圣灵之间的关系为 圣旨的无秩序的原因就在这里 圣灵是宝会师 耶稣说 我要求父 父求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会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约翰福音14章16节 宝会师一直有在身边的协助者之意 这个实惠是指当时在法庭上帮助被告人脱下罪名的证人说的 比如说有个人被人诬陷上了法庭 这个时候如果没有证人出来证明他是无罪的 他就只有被判死刑 哪怕他再怎么主张自己没有罪 但有口无凭 结果还是一样 这时候假如有人站出来说 我可以作证 这个人没有罪 那天我在场 法官就会根据他的证言宣告被告人无罪 差点丢了宝会性命的被告人 沿着证人的出现而捡回了一条命 宝会师就是这样在旁边给予帮助 但这帮助不是说在当事人也能够做到的情况下 仅仅在旁边加把劲 而是如同在法庭上洗清被告的罪名 帮助被告保住性命一样的绝对性帮助 宝会师虽然是在身边的协助者 但他这样在旁边帮助是有目的的 那就是成为见证者 理解宝会师这个词汇的时候 如果忽视见证者这意义 而仅仅注重在身边的或者协助者 那么就很难正确理解主所介绍的圣灵的角色 我们要知道圣灵来到我们身边帮助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来到身边本身并非目的 圣灵来到我们身边帮助我们的目的就在于让我们成为见证人 即辩护者 那么圣灵为谁做辩护 很多人都以为圣灵是为人做辩护的灵 虽然耶稣提到圣灵时说 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 但并不能阴止说圣灵是无条件帮助人的 他帮助我们是因为我们作为耶稣的见证人为耶稣做辩护 圣徒是谁 耶稣的见证人 假如我们做反对耶稣的事 那么圣灵还有什么理由住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呢 反之耶稣的辩护者圣灵 竟然来到想要为耶稣做辩护的圣徒里面 那么圣灵成为圣徒的协助者不是很当然的吗 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他在十字架上的受使是因着我们的罪 他背负了我们的罪名 他是无罪的 当我们这样为耶稣做辩护的时候 圣灵也会帮助我们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这一事实做辩护 人们认为把圣灵当作为人跑腿的存在 所以才藐视圣灵 有的人以为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作为保惠师帮助我们得救 但我们的救恩通过在十字架上受难而复活的耶稣基督的功劳 已经百分之百完成了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 上帝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旨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耶稣基督的功劳没有任何挟持 除了他的功劳以外 任何其他因素都不能成为我们得救的条件 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说 你们个人要悔改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叫你们的罪得赦 救病领受所斥的圣灵 在接受耶稣功劳的同时 救恩就已经完全成就了 保惠师圣灵并不是降临在不信的人身上让人得救 而是降临在已经得救的人身上让人为耶稣做见证 约翰福音七章三十八三十九节 人们根本不考虑耶稣想要做的事 仅仅考虑自己想要做的事 他们总是说圣灵是帮助我的 我们要知道圣灵关注的并不是人的事 而是耶稣的事 就是说耶稣做父的事 圣灵做耶稣的事 父上帝派儿子以罪人的样子来到世上 并让他在十字架上受死 尽管上帝教他从死里复活了 但世人应就认为耶稣是罪人 喜讯耶稣这样的罪名将荣耀归给上帝 这就是圣灵要做的事 就像这样圣灵是为耶稣做辩护的 而不是为我们做辩护的 为我们做辩护的是一者耶稣基督 约翰一书二章一节说 若有人犯罪 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忠保 就是那一者耶稣基督 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说 谁能定他们的罪呢 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 而耶稣十里复活 现今在上帝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 耶稣在上帝面前为我们做辩护 说他们虽然犯了罪 但我已经支付了他们的罪假 那么无罪的耶稣就像罪人一样死了 这由谁来做辩护呢 由圣灵来做辩护 圣灵是为耶稣做事的 所以我们若不为耶稣做事 圣灵就没有理由帮助我们 人们把圣灵当作自己的奴仆 说圣灵是帮助我的 实际上我们才是圣灵的奴仆 只有奴仆为主人做事的理 没有主人为奴仆做事的理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顺从圣灵 而不是随意使唤圣灵 奴仆把主人的活干好的话 主人会为了让奴仆 以后能更好地做事 而赋予他职位或机会 但并不能忍耻说主人是帮助奴仆的 关于奴仆的角色 耶稣说 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 从田里回来 就对他说 你快来坐下吃饭呢 岂不对他说 你给我预备晚饭 树上带着适合我 等我吃喝完了 你才可以吃喝吗 仆人照所吩咐地去做 主人还谢谢他吗 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 只当说 我们是无用的仆人 所做的本是我们应份做的 路加福音十七章七指十节 奴仆辛苦了一整天 也不敢期待主人会称赞自己 奴仆为主人做事是当然的 主人不是对一整天在外面干活的奴仆说 在外面辛苦了 过来吃饭吧 而是让奴仆准备饭 仆人得到这样的待遇 也只能说 我是无用的仆人 今天很多人虽然在教会里做义工 但认为没有人对自己做的侍奉 给予肯定而不高兴 甚至有些人认为牧师没有称赞自己而受试他 这类人一般都认为 自己替牧师做了本该牧师做的事 而不想自己是在上帝面前做事 信徒参加教会的各种侍奉工作 是为了得到天上的冠冕 我很少称赞在教会工作的人 耶稣说 我们所做的善事 如果在地上都得到了成长 那么在天上就什么也没有了 马太福音六章五节 所以若有人在地上努力工作 却受辱骂 他反而要因在天上得到的赏赐而快乐 马太福音五章十一十二节 奴仆是不期待报偿而做事的人 我们在地上作为奴仆做事的话 上帝在天上会补偿我们的 这补偿不是因为仆人做了仆人的事 而是因为儿子做了仆人的事 可想而知 这补偿该会有多大 我们不需要认为在这地上 人们不理解自己而失望 我们要分清主仆 圣灵是我们要服事的主人 我们是圣灵使唤的奴仆 耶稣警告说 哪怕在说话上也不要干犯圣灵 哪个仆人敢随便亵渎或诽谤主人呢 如果真的认为圣灵是主人 我们是奴仆的话 就不会搞不清楚 到底是圣灵为我们做工 还是我们为圣灵做工 圣灵帮助我们 这话的意思是说 当我们为圣灵做工的时候 圣灵会帮助我们把事情做得更好 所以说 圣灵不是我们的保慧师 而是耶稣基督的保慧师 圣灵降临在我们里面 是为了通过我们为耶稣基督作证 圣灵叫耶稣从死里复活 戒指已经为耶稣做了辩护 如今圣灵降临在信耶稣的人里面 与他们一同见证耶稣是无罪的上帝的儿子 是基督 人们把耶稣盯在十字架上杀害了 今天很多人仅仅把十字架当作一种挂在脖子上的装饰品 但实际上十字架是让人看到了就产生正恶感 从而把挂在上面的人从人们的记忆中完全抹杀掉的一种公开促行方法 哪怕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 假如因着什么过错而被钉十字架的话 就没有人会记起他成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 人们为了忘记十字架那残忍的场面 所以努力把钉在上面的人 也一同从自己的记忆中涂抹掉 因此想杀害耶稣的人们 极力要求比拉多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就像这样 十字架让人账户耶稣 忘却耶稣 反之圣灵为耶稣做辩护 并让人记住耶稣 耶稣没有为自己做见证 他说 我若为自己做见证 我的见证就不真 另有一位给我做见证 我也知道 他给我做的见证是真的 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一三十二节 假如他为自己做见证的话 可能就不会受死了 但他没有为自己辩护 而是致使顺从了父所命令的事 求了父的荣耀 而非自己的荣耀 耶稣说 他来到世上是为了受死 他说 人之来 不是要受人的服事 乃是要服事人 并且要舍命 做多人的赎假 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八节 这是父的命令 因为他爱父 所以在父的命令面前 致使顺从 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一节 耶稣是我们的辩护者 约翰一书二章一节说 我小子们哪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 是要叫你们不犯罪 若有人犯罪 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宝 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 耶稣不仅为我们的罪 支付了罪假 而且还为这一事实作证 人类是罪人 所以一定要支付罪假 要想不支付罪假 就要弃掉律法 有的人误解了耶稣 是中保这话的意思 以为耶稣来是为了 废除律法否认罪 但耶稣明明说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 我来不是要废掉 乃是要成全 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 耶稣不是否认罪 而是代替我们支付的罪假 如今在上帝面前见证这一事实 对此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说 谁能定他们的罪呢 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 而借从死里复活 现今在上帝的右边 也替我们祈求 耶稣至时也没有为自己辩护 假如他为自己辩护的话 就不会受死了 但他背负着罪人这一污名 在十字架上受死了 因此支付了我们的罪假 就好像为了在监狱里的罪人 支付保释金 让他回到自由中一样 耶稣用自己的血 替我们支付了罪假 使我们得到了自由 耶稣是我们的宝贵师 他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就用自己的血替我们付上了保释金 使我们获得了自由 反之圣灵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没有降临在我们里面 我们陷在困境中绝望的时候 圣灵并没有靠近我们 而在我们得救后成为自由人 能称上帝为父的时候 才降临在我们里面 圣灵只居住在圣洁的殿中 而不会住在污秽的地方 再加上 在耶稣得到荣扰之前 没有人领受圣灵 毫无疑问 在耶稣降世之前 不少先知已经被圣灵出满 但这只不过是上帝在拆派先知 去预备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的道路时 显出圣灵的权威而已 我们的宝贵师 是为罪人支付罪假的耶稣基督 而在我们罪得赦免成为自由人后 降临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是耶稣的宝贵师 当然 圣灵帮助想要成为耶稣见证人的圣徒 但这不是奴仆帮助主人 而是主人帮助奴仆 我们是圣灵的奴仆 所以我们要受圣灵的支配 我们要将自己完全的献给圣灵 让圣灵尽情的使用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